好咱们就首先回家上节课那种 上节课讲什么来着 讲各种这个变形对吧 可以扭曲对吧 可以怎么样 可以变形 可以斜切 可以透视 包括最开始学的旋转和缩放 对不对 是各种的这个这个缩放的类型 包括什么呢 包括说Ctrl Shift Out加T对吧 重复做做一个循环出来 这次讲什么呢 这次讲螺旋结构 什么叫螺旋结构呢 首先咱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这块有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乾坤圈 对不对 这个乾坤圈呢 咱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啊 把它选出来 选了乾坤圈圈 这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 好把它选出来 选出来 这个边啊 扣的稍微细一点 Ctrl Shift加I返选 对吧 然后Ctrl C 把这个像素选出来 选出来之后 新建一张 新建一张多大的呢 新建一张照片纸吧 Ctrl V Ctrl T 把它怎么样 稍微加大一点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放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背景上的乾坤圈 对吧 那么咱们可以把它怎么样 把它的这个面板 效果变大一些 对不对 好 变大了之后 咱们可以看到什么 哎 这就是逐层一 对吧 咱们可以 这个 简单的 命名它一下啊 比如说改名 圈一 圈一啊 圈一 好 那么有了它了之后 然后我使用 再再来一次 Ctrl V Ctrl V 那么这次又有什么 一个东西 哎 有一个圈二 对不对 哎 圈二 那那那 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 这是图层二 对吧 叫图层一叫什么 圈二 圈二 那么这个 圈一跟圈二 现在什么关系 是圈二盖圈一 对吧 那么我能不能 反过来 圈一盖圈二啊 都可以 对不对 那么我说 现在要什么呢 要圈一和圈二 连起来 就像这个 两个两个 这个这个圆环 咔一下 哎 合在一起了 这怎么做 那么多呢 首先把这个圈一的透明度啊 变低一点 现在是圈一盖圈二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那么这块呢 把它这个这个选区 在这个图层上 把圈一的这个选区选出来 选出来之后 把圈一删除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圈一怎么样了 是不是被抠掉了一块 圈二还是一个完整的 对不对 那么再把 它的不透明度怎么样 拉高 拉高之后 你会发现怎么样 这两个圈怎么样了 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哎 你说没合在一起 那么还多一点东西 那怎么办 哎 再扣一点呗 它怎么样 扣下去 对吧 它怎么样 扣下去 现在它这个圈一根圈一根圈二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彻底的 哎 传环相扣的感觉了 哎 那么这种 这种呢 实际上还在其他地方 哎 这就是选择的细节了 比如这里 哪吒 这是一个魂天灵 那么他们 能不能放在一起啊 好 试一下啊 首先呢 把这个魂天灵 把它选出来 怎么选呢 太简单了 哎 Ctrl Shift加I Ctrl C 对不对 放哪吒这边来 Ctrl V 啊 那么这块这块 有一些东西 多出来东西 怎么办 用选区选中了之后删除 对不对 选区选中了之后删除 那么这个时候 F7调出图层条板 你可以看到 底层是 背景层 前层是 这个魂天灵这个层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才能让魂天灵 给它缠住呢 哎 说别 别自杀 是不是 哎 这个把它缠住 怎么缠 怎么缠住 哎 咱们看一下吧 看一下 好 那么可以说 把这个魂天灵啊 缠到这个宝剑上 对不对 缠到宝剑 那怎么才能缠到宝剑上 稍微小一点 哎 好 这样 这样它是魂天灵 盖着宝剑 对不对 那么它并没有 魂天灵缠着宝剑的感觉 那怎么办呢 把魂天灵这个层啊 哎 不透明度 稍微降低一些 那么它有上边一层 下边一层 那么应该是上边 山上面一层 还是山下边一层啊 从这个这个关系上来看 应该什么 应该山下边一层 对不对 用磁性套索 给它套出来 哎 磁性套索啊 所以这块直线套索也成 但是还是用磁性套索 比较好 这不透明度不够低 ESA整个退出 不透明度 降的很低 好 这回 这回 这回选踏实了吧 在山哪层啊 山这层啊 山这层 山这层 对不对 倘成地啊 取遥远区 你看上面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感觉到魂天 这个这个魂天灵把这个这个剑给绕住了 然后就底下这个部分 对不对 那么底下怎么才能把它绕绕绕住啊 哎 那么还是把它不透明度要低一些 那么他这底下这个应该是山上面还是山下面啊 应该山上面啊 山下面应该山上面吧 应该 那上面山下面好像都成 他这样绕过来的 对吧 绕过来的 那么他我认为应该山上面 好 那每个人都有自己想法 对吧 好 确定 确定之后山这层 对吧 山啊 你看他他这块有有点 不是很干净 那么怎么办呢 哎 继续山 别山错了 山的是魂天灵这层 因为魂天灵现在盖着哪吒 对不对 好 这回什么感觉 这回是不是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魂天灵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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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剑给缠住了 哎 他有自杀 然后他不让他自杀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好 咱们再看一个什么呢 再看一个五环 五环标志 这五环标志怎么做出来的 哎 你看到这块有一个五环是吧 这个五环你说怎么做呢 那么不会做没关系 咱们学一下呗 哎 这就当一个作业了啊 挺有意思的 新建一个新建一个多大呢 新建一个相纸吧 二乘三比如说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做这个什么了 做这个 做这个五环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把这个选中选中之后 哎 做一个圆圈 对不对 做一个圆圈 做一个圆圈 它是什么 不是一定是正的 按照什么是正的 Shift 把标尺掉出来 标尺掉出来 这样能让它这个更标准一些 那么这是一个圆圈 那么这个圆圈怎么样呢 这个圆圈是 这个 我先把标尺调得更更合理一些啊 你看这个 调到这个关键的位置上 它就更合理了 更合理了 那么这个时候再用它 它调出一个吧 哎 叫出一个圆圈 好 圆圈 有这个圆圈 有个这个圆圈 那么怎么办呢 把它怎么样 描个边吧 描个边 描个什么边呢 描个蓝边 对不对 蓝边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描蓝边呢 找找蓝颜色 对不对 蓝颜色 蓝颜色 多少像素呢 这是六个像素吧 内部描边确定 哎 怎么这么淡呢 你看 哎 它是不是很淡呀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 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做这个选区的时候 它语化了六个像素 对不对 那把它这个语化值去了 一般怎么做呢 一般都是说 先在这儿画出一个正 画出一个合适的 哎 当然咱们可以重新做这个选区啊 重新做这个选区 就是先做好选区 然后再语化 然后再语化 比如说这块 就是一个圆 这一个圆呢 哎 咱把它怎么样 又减描边 描一个什么边 六个像素蓝边 哎 这是不是就出了一个六个像素蓝边 你说这太小了 这个不应该是六个像素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十五个像素 你看 哎 这是不是十五个像素了 是不是更蓝一些了 你说这个蓝的这个取样怎么办 点中了它之后 然后怎么办 在这取一次是不是就成了 哎 好 确定 再怎么办 再描边吧 多少个十五个像素 对不对 好 一个有了 一个有了之后 然后是下一个蓝 下边是什么呀 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 咱们直接坐在背景上了 这就不太合适 多撤销几步啊 每一层做一个 这样才能做的后 后期做的比较好 怎么办呢 新建议涂层 这个涂层叫什么呢 叫蓝 蓝涂层 蓝涂层 好 这个蓝涂层有了之后 我对它描一个蓝边 蓝边十五个像素 好 有一个蓝了 蓝了下边是什么 是什么 蓝黄吧 咱们看一遍 蓝黄 黑绿 红 对不对 那么咱们 看一下 它呢 把它这个选区移动一下 移动到这个位置 差不多 好 然后它怎么办 描一个边 黄色 黄色 这黄色没人跑啊 没人跑 好 确定 蓝黄 蓝黄有了 再新建一个涂层 这个涂层叫什么 黄 喝汪 黄 黄 对吧 那么再下一个涂层叫什么 黄 黑呀 黑呀 黑 好 往上挪 这个时候这个过去了 对吧 再往这边挪一点 好 基本上位置差不多一层 蓝黄 黑 黑也没得说 没得说 确定 确定 好 蓝黄 黑 绿 该绿了 绿 下新建一个上 涂层 叫什么绿 对不对 绿 那么绿 绿怎么瞄啊 哎 他这个绿好像有点特殊 那么咱们看一下 取样 他这个绿颜色 好 确定 确定之后又见 瞄边 没注意到 第一次的时候 为什么他 虚啊 因为 因为他这个一开始就语化了 对吧 这我一开始不语化 他就不虚了 蓝黄 黑 绿 红 再取样 红呀 好 红就有了 那么这个就是 瞄边 瞄成红的 这五环出现了 哎 五环 他这个最后一个 是不是绿 红苗的绿上了 康照的加塞 取消 再 再做一个叫红 红 好 红 然后在 瞄边 红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黄 你看 他 他有点这个什么呀 有点这个 这个颜色不太正 那怎么办 咱们先把他这个颜色取样 取过来 取过来 一开始咱们大意了 大意了 没关系 F7 把这个图层 调出来 怎么办呢 按住Ctrl键 点一下这个黄 你看什么被加载了 是不是黄颜色选区被加载了 黄颜色选区加载之后怎么办 编辑填充 对不对 什么颜色 前景色 这回的颜色是不是就对了 好 这回的颜色对了 然后咱们看这个 这个蓝和黄 他们之间的神是什么关系啊 是上蓝下黄 那么咱们现在是什么感觉啊 是上下都是黄啊 那么上面应该蓝的 那怎么办 把黄颜色这个图层 稍微调淡一点 有效果吗 好像没有效果 对不对 刚才描在红图层上了 是吧 哎 这就不对了 怎么办 到这个蓝图层啊 啊 编辑填充 当然可以按住 看这个奥特加 backspace 或者奥特加的 delete他 对吧 好 这会就对了 那么上蓝下黄 那怎么办呢 哎 这时候可以用什么方法 这时候先 先把它这个 不透明度调一些 然后可以用选区相交的方法吧 选区相交 control加shift 你看 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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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块选中了 是删蓝还是删黄啊 应该删黄 把蓝露出来 对不对 在往后看 黄和黑之间是什么 是不是应该删黑呀 对不对 那怎么删黑呀 选中黑这个图层 把它不透明度调低一些 然后怎么办 哎 用这个选中它 选中它之后 按delete键 黑是不是就出来了 出来了 黑在不同明度调高 哎 这个是不是删的有点 稍微有点粗透 那么怎么办 再减去一些选区吧 比如说你把这块 是不是可以减去啊 哎 再删 delete 是不是就出来了 黑有了 黑有了 黑上去 然后是绿啊 绿盖 黑这没错 但这块是不是错了 这块是不是错了 这块应该什么感觉 把绿啊 稍微调低一些 把黑删出来 对不对 哎 把绿删掉 把黑漏出来 对不对 好好 好好 好 好 delete 这样它是不是就删出来了 删出来之后 再看最后一下 最后一下什么 红 对不对 红的和绿之间 这个上绿下红 对不对 上绿下红 那么删红 删红 把它删变小一点 把这块 选中 选中 好 选中之后 delete delete之后 保护度调高 保护度调高 每一个保护度都调的高了 高了之后 你再把它放大之后 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感觉的 把参考线去掉 把网格去掉 是不是这样就感觉是一个五环 当然它里面有一些细碎的东西 怎么办 细碎的东西不能不管啊 那么还是得怎么办 还是得删除 怎么删除 比如这块有一些黄 怎么办 那么你就把这个选区掉出来 对 选区掉出来 这块怎么办 选中黄的这个土葬 别删错了 删成蓝了 黄的土葬删 对吧 是不是黄的土葬删呀 黄的土葬删 对不对 再往上看 往上看 黑的土葬 它有 它有点黑 对不对 把这块有点脏了 是吧 怎么办 删黑 对不对 绿呢 绿这块 有没有不合适的 也有啊 把这块怎么办 选中了 删呗 哎呀 删错了 删错了 这删应该删什么 这个应该删红 对吧 删绿应该删哪 这绿没什么问题 这绿没什么问题 这绿应该在这的 没什么问题 走上 红 红这块 它有一些 好 刚才一删错 都把底漏出来了 对吧 这就不对了 好 基本就这样 然后再Ctrl 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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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这个 是不是就稍微正常一些了 多多少少吧 哎 基本上好一点 那么这个说 还有一些细节 都可以慢慢细抠 对不对 很多方法都可以 首先你要选中这个图层 别删错了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那么这次呢 主要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 基本上这个图形啊 给它融合的方式 有一些机型技巧 选区的技巧啊 还有这个这个 这个 删除啊 还有这个 语化呀 还有变形啊 很多东西 那么综合起来 能做些什么呢 哎 这就是扩展你的想象力 咱们看一个东西 啊 看一个东西 哎 看看这以后的这个 这个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好吗 巨龟啊 巨大的龟 这实际上都是啊 这是什么 油 一种油 这都从现实中想象来的啊 这个就很像大象之类的东西 这个 这个让你想到什么 说北极熊和剑尸虎啊 哎 这个猴子 好长的尾巴 啊 关键你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想象力 想像 发动开了 哎 那么这个就是合成 动物之间合成 动物和人的合成 对不对 哎 丛林守护者 还有什么呢 哎 各种对吧 熊变人 人变熊 人鸟变人 人变鸟 对不对 什么什么德鲁伊形态等等 是不是都可以啊 哎 这就是这个简单看一下 这个 那么咱们这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